其实川普的政权 我一直在观察 他就是说很多的他认为重要的官僚 都坐不久 坐不久的话呢 有人说是川普容易跟人吵架了 或者是他的性格太古怪 不能和人处得长久 但是我认为呢 其实呢就是还是川普 刚才你和华盛顿的沼泽 本来是一个川普 他一直是和建制派彻底对抗的 这么一种永远战斗的这么一种姿势 那么进入川普团队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就被建制派拉下去 本来的就是是和川普一条心的人 因为进了华盛顿手里有权力的话呢 就马上慢慢慢慢会变掉 所以这种人呢 川普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换掉 那么关于这个埃斯培的问题呢 就是说今年的黑命贵的运动的时候 川普说要动用军队镇压 然后呢他反对 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说他明明是川普选上来的人 但是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和川普表示了不同的见解的话呢 那么川普呢一定想的就是说 今后要打官司 打官司的话如果说翻盘翻过来 现在所有的拜登的支持者都非常高兴嘛 如果说翻过来最高法院或者是 别用不通过别的司法程序 证明最后川普赢了的话 那么七千万拜登的支持者 很可能这些又开始报官 而且这个报官呢一定会比 这个今年那个规模要更大 这个时候如果他调动不了军队的话 那么这个一下子就可能变成内战 所以说呢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要把自己的团队放一个自己完全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说这点呢我觉得 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这个法院 法庭斗争的做的一个朝前部署 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 川普政权他的所有的消息 现在很多这他的记者会 所以那些左媒的人都不去了嘛 总统要说什么 说去的也不报道嘛 所以现在川普声音发不出声音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所有的媒体 在看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是在天天在拜 拜登准备登基的事情嘛 拜登的新的团队 拜登的这个经济政策 拜登的外交政策 那这种情况下 川普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做一般的报道 他光说选举的话 媒体已经不报了 所以说现在做一个巨大的 人事调整 美国的国防部长换人的话 那么主流媒体不可能不报了嘛 主流媒体这个也是 他在增强自己的话语权的 一种手段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国外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政治混乱 是大家一目咬然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难免像伊朗像中国 这些国家要蠢蠢欲动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川普呢就是一定要让全世界显示 军权还在我的手里 你们要轻举妄动的话 我们绝不手软 这个信息呢 会对维持国际秩序 是有很大的加分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这一手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一手 一下子呢 就把整个的非常被动的 这个主导权 一定会一下子 就拿回自己的手中 就变成说爱斯培 大家已经对他有些可以预测了 但是新的人 大家就不敢知道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爱斯培的话 应该大家知道 他已经和川普 有点不一条心了嘛 而且他已经好像是变成了 跟民主党也有一些合作的关系了嘛 那把他换掉以后 换一个完全是川普自己的人的话 那下次就川普发生什么命令的话 就一定会执行的很彻底 好了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 在周一加码了制裁 这个中共和香港的高官 那么他连续两天的这个致辞谈话 都提到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自由的 头号威胁 演讲也强调 绥靖政策 盲目的接触政策 会被中共和伊朗利用的弱点 那他也表态说 要帮助中国人来推倒 中共的网路防火墙 让中国人获得自由的讯息 可以在未来呢 自己最终可以决定 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 那么请教这个陈恩老师 您怎么看说 在选前就奔走各国 在这个编织 这个安全网的蓬佩奥 在选举诉讼期间 他还在持续布局 还准备要出访 对 这就是川普政权 或者川普政府可爱的地方 不管是艾斯培 或是蓬佩奥 那么川普其实 一直在发送一个讯息 就是说 我不是交接总统 我也不会颇压 直到我卸任的那一天 不知道是明年 还是后四年 直到那一天为止 我都会继续做好我的工作 包括我的团队也会 那么艾斯培 其实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讯息 就是说 我的政策会继续的做 跟我不合的 有不同意见的人 同样召唤补物 蓬佩奥也是一样 继续推行共和党 应派的非常清楚的讯息 就是说 对于中国来说 没有什么妥协 或是没有什么谈判的空间 中共的政权 就是危害世界 侵害美国利益的 然后对于中共的 最有效的手段不是走回头 陆续跟他谈判 或是要求盟邦来一起联合 要他来遵守国际秩序 这些都已经试过了 都已经无效了 对他只有强硬 对他只有号召 所有人团结起来 把他围堵 让他去改变行为 他不改变行为 就把他拉下来 所以蓬佩奥选前如此 现在面对这个选举诉讼 依然如此 我相信蓬佩奥的也是 他的这个带领的国务院 这个整个的外交系统 会直到川普政府结束任务的那一天 都会持续这个清楚的讯息 那我要说呢 这是其实各位如果去看他 在选前所发布的一本合集 就是演讲 八篇演讲的合集 叫做川普论中国这本书里头 其实他们是有非常清晰的政策看法 他绝对不是口里说说而已 他是一个觉醒 而且他其实在说 过去的政策 绥靖政策 交往政策 其实是错误的 给了中共太多的空间 让他可以利用 不但把美国的工作抢去 让这个而且还侵入了国际组织 所以现在来说 只有对他强硬 只有把这些门都杜绝起来 包括间谍门 包括孔子学院 包括所有外交上面的这种渗透等等 全部杜绝起来 只有对他强硬 在人权上面香港新疆制裁 在这个华为上面 干净网路跟净华为 只有这些强硬的 清晰的不妥协的作为 才有方法去改变全世界 那其实这是为了 不但是为了美国好处 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 所以共和党其实给了 未来的政府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 谁如果还有想说 我可以对中强硬 但是我用不同的方法 那他就必须要证明说 这个不同的方法是走回头路呢 还是说他真的认为说 共和党英派这一套 非常清晰不妥协的 是有错误的 那他变成必须证明说 如果他有新的方法 那他是可以同样有效的 所以蓬佩奥其实在继续执行 这样的政策 是给全世界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 石瓦先生可以做个补充吗 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是这次呢 我更重要是今天蓬佩奥 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不交权嘛 这个我觉得这个等于说 再次表示了这个川普团队 就是说他坚定支持川普的这个方针 因为现在很多传出来的 就是说川普的女儿 川普的女婿 川普的太太都在反对 共和党人都在反对 川普的团队已经分散了 是用于一种瓦解人心的方法 那么现在呢 蓬佩奥这一次呢 今天早上他跳出来说 支持说我在支持 我要支持这个川普 我们要平稳地过渡到 第二期川普政权 因为在川普政权里面 很多人说川普他为了保护 为了就是说再坚持 不是因为有很多 借着很多钱 如果下台了就不怎么样 用这种逻辑来解释嘛 但是这次蓬佩奥他表示的话 就说明就是说 因为蓬佩奥在川普团队里 看着像一个比较很体面的 一个很冷静的 他发出这个信息的话 其实对整个安抚川普团队 安抚这整个的川普的支持者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认为川普 对所有的人士里面 这个蓬佩奥的人士 是选得非常好的 那对国际也会相当影响 因为他已经接触这么多的盟国 那种信任感 对 也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他也告诉所有的盟国 我们美国总统还没有敲定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我想很多国家 都会吓回去了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 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 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九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